再回来关心天气了哈格比台风呢 陆上海上台风警报都解除了 但是呢对于上一次在辛勒克台风当中呢 被折腾的这个柔长寸断的庐山地区来说呢 本来在上次台风倒掉的奇力饭店 这两天要拆除啊 结果呢因为溪水突然暴涨了 就很难拆了 看到了四辆的怪手呢 连夜在赶攻 而当地的村民则是连夜撤离避难 雨下了一夜塔罗湾西河床又更上升 原本还看得到西旁民宿的一楼窗户 但是现在全淹在滚滚溪水下 重型机具不眠不休赶工拆除起立温泉饭店 不过薪水湍急 建筑屋中本躺在河道中 拆除工作实在不容易 卢山雨是忽大忽小 29位居民也在22号晚上 撤离到对岸的景光山庄 我会椅子比较大一点嘛 所以说他们要回去也不敢回去 他们就只在那边度过这一夜 看明天状况 看今天状况怎么样 他们都回去要回去看看 目前全卢山就只有景光山庄有热水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靠着这一台地热井呢 把这个热气传输到另一头的温泉区 让这个温泉呢能够加热 提供给居民冲洗的作用 那么其实这个管理员也表示 目前的现在全部的居民的 都可以免费到这个地方来冲洗 叫让大家来客难逼难一笑 居民在景光睡得安不安稳 不安稳 为什么 因为不习惯啊 还是自己家里舒服啊 要准备回来做生意了吗 开店 回来 没有生意可以做啦 就是在自己家里比较舒服啊 居民一早趁着风雨消缓 赶紧提着行李回家 虽然太阳公公有一度漏点 天空放行 但是山区还是下着间歇性的雨势 村民不知道这条重建家园的路 还要走多久 中间新闻黄孟正方品文 A3G小组南投采访报道